Hello,大家好,我是爱种菜的喜小厨 上一期我分享了如何用果盒种出牛油果盆栽 好多朋友感兴趣,牛油果果树怎样才能结果 那么今天我就来分享一下牛油果果树开花结果的奥秘 这是我从十年前开始种植牛油果到现在 学到的,研究的,总结的 牛油果果树很神奇又独特的开花结果的奥秘 在本期视频里我主要分享三大问题 牛油果果树几年才能结果 为什么有的牛油果果树只开花而不结果 还有牛油果果树的类型和品种对结果有什么影响 本期的视频将非常有知识性 建议感兴趣的朋友多看几遍哦 第一次看我视频的朋友记得点击订阅关注按钮 并且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会看到更多精彩的家庭种植的影片分享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切入正题 第一个问题,牛油果果树几年才能结果 我们家庭种植的牛油果果树一般有两种种植方式 一种就是用种子种的,也就是食生苗 就像我上一期的视频中介绍的方法那样 用果核播种的这种牛油果果树苗 另一种就是嫁接苗 这两种方式种出的牛油果树结果的差异很大 先说说食生苗吧 用种子播种繁殖的食生苗牛油果树 幼年时期的生长阶段非常长 能开花结果时的树林呢 在不同的种植条件和不同的品种之间也有很大差异 最早也要6到8年才有可能开花 在一般的条件下看到开花呢得在10年以上 而且食生苗种出来的果树即使开花结果了 结出来的果也有可能会发生变异 品质呢不一定有原来的好 所以呀用食生苗需要长时间的等待 而且还要做好结出的果没有想象的那么好的心理准备 那么这种用种子种出来的食生苗呢 除了可以美化室内外的环境用 也不是没有其他的用处了 它可以用来做嫁接苗的真木 从而加快果树进入生殖生长 也就是开花结果的过程 让牛油果可以提前很多年结果 可以采用芽接法或者是枝接法 嫁接过的牛油果一般3到4年就可以开花了 在气候条件非常合适的热带地区呢 开花开始的时间会更早 有的在嫁接过后的第二年就能开花 所以要想牛油果结果呢 我建议种嫁接苗 如果自己没有条件嫁接呢 也可以去苗圃买一个嫁接好的 就像我身边的这棵 就是买的嫁接苗 买回来第二年就开始开花了 而旁边的另一棵 这一棵呢是食生苗 就是我用果核自己种的 没有经过嫁接 到现在已经四年了 还是属于幼树阶段 没有开过花也没有结过果 已经修剪过两次了 在这个位置 将近半米高的位置进行过打顶 然后分出两个分支 在上面 在今年的时候 我又对这个分支进行了打顶 因为这棵果树的品种是非常高大的 我也不想让它长得太高 所以对于牛油果的修剪也是必须的 否则它的品种有的可以高到10米 让你根本够不着 我今年呢打算选几个合适的品种 把这几棵用果核自己种的食生苗 嫁接试试 到时候我会再来跟大家分享嫁接的过程 感兴趣的朋友 别忘了继续保持关注哦 但是估计也有不少人呢 和我遇到过相似的情况 就是开花后的牛油果树 不结果 这是为什么呢 像我身旁的这一棵啊 是嫁接苗 已经开过两三年的花了 每次开花都特别多 周围呢也有不少蜜蜂 花期也特别长 可以持续三到四个月 按理说能接不少的果 但是呢却一个果都没有 这是为什么呢 经过深入的研究啊 我终于明白了 光开花不结果的真正原因 下面我们就来一起看看 为什么有的牛油果树 光开花不结果 要知道原因呢 我们还是要从牛油果的 开花结果的习性来说起 牛油果开花结果的习性 不同于其他的果树 牛油果的花 虽然和很多花一样 属于完全花 也就是同一朵花内 既有雌蕊又有雄蕊 这叫做完全花 但是在同一朵花中的雌蕊和雄蕊 却不是同时成熟的 所以它开花的情况 在果树中是很特别的 同一朵花会分两次开放 每天会轮流开放和闭合 就拿同一朵花来说 一共可以开放闭合两遍 在第一次开放时 花中的雌蕊会成熟 但这个时候雄蕊并没成熟 所以不会散发花粉 半天之后花瓣会闭合 第二次开放时 雄蕊成熟了 但此时的雌蕊已经枯萎 没有受粉能力了 半天之后花瓣会再次闭合 这种雌蕊和雄蕊 不是同时成熟的情况 就造成了同一棵树上的花开了 却不能受粉 当然也就不能结果了 那么这棵牛油果树 在我家现在是唯一正在开花的牛油果树 结合刚才我说的开花的方式 它就没有机会受粉了 所以也就不能结果了 那么问题来了 牛油果要怎样才能受粉结果呢 现在重点来了 请大家仔细听 原来根据品种的不同 不同品种的牛油果 雌蕊和雄蕊成熟的时间是不同的 人们按照雌蕊和雄蕊的成熟时间的先后 把牛油果分成了两种开花类型 分别是A型和B型 现在我先来介绍一下 AB这两种类型的特点吧 先说A型 A型的牛油果树的花 第一次开花时间在上午 此时啊 雌蕊已经成熟 可以受粉了 但是这时雄蕊没有成熟 没有花粉 在中午左右 花会第一次进行闭合 在当天下午 或者是第二天下午 花会再次的开放 这第二次开放时啊 雄蕊成熟了 能散发花粉了 但是雌蕊的柱头已经枯萎 没有受粉能力了 傍晚时 花会第二次的闭合 这类A型的花 从开花到完全成熟 需要大概30至36小时 从头一天上午开始 到第二天傍晚结束 这是A型花的开放时间和特点 下面我们再说B型花 B型的牛油果树的花 开放时间和A型正好相反 第一次开放时间是在下午 这时呢雌蕊成熟 但是同样雄蕊没有成熟 没有花粉可以受 傍晚时 花朵进行第一次闭合 在第二天上午 花朵进行第二次开放 这时候雄蕊成熟了 并且释放花粉 但雌蕊已经枯萎 中午时呢 花朵会进行第二次闭合 完成整个花期 这种B型的花完全成熟 要比A型用时短一些 大约是20到24小时 从头一天下午开始开花 到第二天中午结束 所以聪明的网友已经想出来了吧 根据AB这两种类型的牛油果树的开花特点 最好的让牛油果树受粉的方法 就是同时种植AB两种类型的牛油果树 就是说你至少要种植两种不同类型的牛油果树 一种A型一种B型 才能保证肯定能受粉成功 能结果 当A型的花上午第一次开放时 成熟的有能力受粉的雌蕊 能够预见B型的 已经是第二次开放的花中 散发着花粉的雄蕊 这两棵树上的花 就可以相爱相恋结婚了 到时不管是昆虫受粉也好 人工受粉也好 总之就是很容易受粉了 这是牛油果树能够大量结果的通常的方法 也是果树农业上的做法 我身边的这棵开花的牛油果树的品种是Bacon 培根 它是属于B型的牛油果 所以要想让它结果的话 需要在它旁边种植一棵A型的牛油果 其实它隔壁的这一棵就是A型的 是Hass 但是由于它还年幼 没有嫁接 没有开花 所以现在还无法配对 于是我其实已经买了另一棵 叫Wars的品种的牛油果树 也是A型的 但是可能受疫情的影响 到现在还没有送来 所以今年又错过了结果的机会 只能寄希望于明年了 当然有人会问了 有的牛油果树就一棵 它周围也没有另一种类型的牛油果 按理说就无法受粉了 怎么也会结果呢 这种情况其实也是有的 一般在以下这种情况下 会发生单株受粉结果 什么情况呢 就是交叉花形 这种情况在气候条件变化时 会比较明显 受气候和天气的影响 花朵开放时间可能会延迟或提前 从而导致了磁蕊和熊蕊的成熟时间 出现了重叠的阶段 在同一棵树上出现了成熟的磁熊蕊 同时存在的状况 这就引起了受粉 可以单株结果 根据前面说过啊 比如A花形是上午第一次开放 磁蕊是上午成熟 在中午短暂的闭合之后 下午第二次开放 熊蕊成熟 在这两次开放交替的时候 是发生在中午 在中午交替的时候 其实树上的花 不会齐刷刷的 一起开放 一起闭合 总会有的早一点 有的晚一点 这个开和交替的阶段呢 会持续一两个小时 甚至三四个小时 这个时间阶段呢 同一棵树上的花的种类 就有点乱了 就给受粉提供了契机 但是这种情况呢 是属于依靠外界的条件 或者是花期的紊乱来受粉 属于比较投机的受粉 因此结果的产量低 果农呢 是不会依靠这种方式来受粉的 所以只适合 种着玩玩的家庭 好了 了解了以上的这套 A型B型的开花理论 我想现在大家 是不是又有一个问题 出现在脑海了 你们一定在说啊 你理论讲了这么多 到底什么样的品种 属于A型 什么样的属于B型呢 别急 我们现在就来了解 牛油果的品种和分类吧 牛油果的品种特别多 虽然您身边 只有一两个品种最熟悉 但世界各地 存在着数百个品种 这么多的品种 我们可以先按照 三个品系来介绍 等一会儿再按照 A型和B型来总结 这三个品系呢 我总结了一张图表来做对比 看起来会更直观一些 根据原产地和果实的特点 牛油果可以大致分为三个品系 第一是墨西哥系 第二是威地马拉系 第三是西印度系 这三个品系中 墨西哥系 耐寒能力是最强的 它可以经受零下6度的低温 属于耐寒型 种植的气候条件和柑橘类果树类似 这个品系的果树呢 比较好分辨 它的叶子比较小 最大的特点是用手揉搓一下 叶子会发出回香的味道 它们接触的果果皮薄而光滑 果肉较薄 种子比较大 一般都比较早熟 在冬季春季就开花 夏季和秋季果实会成熟 从开花到果实成熟 需要约6到8个月的时间 由于这个品系的耐寒性好 很多嫁接牛油果的果树都用墨西哥系的品种作为真木 像我种的培根 这个品种就属于墨西哥系的 还有普遍的墨西哥系的品种有杜克 北洛普等等 第二个品系 威地马拉系 威地马拉系的耐寒能力在这三个品系当中属于中等 比墨西哥系差一些 在零下2至零下3摄氏度时就会受到冻害 这个品系的叶子比较大 长出的嫩叶会呈现红色或者是古铜色 用手揉搓是不会发出回香味的 它们的果实果皮厚而粗糙 种子比较小 比较晚熟 在晚春的时候会开花 在冬季或者是次年的早春 果实才能成熟 从开花到果实成熟需要约10到15个月 代表的典型的威地马拉系品种有哈斯 就是我们平时这边超市里最常见的哈斯 还有格温 也是很多地方常见的品种 第三个品系是西印度系 西印度系是三个品系当中耐含能力最差的 一般在零度左右就会受到冻害了 所以在比较冷的地方是不能种植的 它们的叶子比较大 嫩叶成淡绿色 它们的果实果皮光滑 种子较大 有的果实也非常大 有的果实是接近于球形的 它们会在春季和夏季开花 从开花到果实成熟的时间比威地马拉系要短 大约6到8个月就可以 以上是三大品系的介绍 关于另一个分类 具体到哪些品种是A型花 哪些品种是B型 我在这里也总结了一个表 想要搭配种植兽粉的朋友 可以按照表上的品种寻找您需要的 当然由于品种太多了 这个表上只是我这里比较常见比较熟悉的 还有更多其他地区的我并没有列出来 也没有深入研究那些品种 如果感兴趣呢 大家可以继续研究一下 倒数三秒之后 大家可以截图保存 您准备好了吗 三 二 一 好了 对于牛油果的开花结果的分享 您了解了吗 希望和我有过同样经历的菜友 可以从中得到您想要的答案 也希望给没有种过 但是想要尝试的朋友 带来足够有用的资讯 让你们少走弯路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有用 请帮我点赞分享哦 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留言 我们大家一起讨论 祝我们都能做一名快乐的家庭园丁 体验田园生活的小美好 好了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视频 咱们下一期再会